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萱 在经过两个星期的准备后呢 终于在上一周迎来了教师言训的那一周 这也就代表着呢 我的实习生涯即将要结束啦 这一次的教师言训呢 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站在台上教学 让我感受到了平时们导师们的辛苦啊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KTV以外的地方呢 导致我喉咙撒哑的说不了话 同时呢 让我理解到了 在一个短短三个小时的课程里 你在背后的准备工作是需要多么的多啊 大家都说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工 虽然可能没那么夸张 真的需要用到十年的时间 但是我却使用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 来准备这短短的三个小时的课程 可能这是因为我是一个新人的关系 第一次接触与准备类似的作业 可是这已经足够让我有所感触了 两个月的实习过得非常的快 从我一开始进入公司呢 老板以及同事们就让我感受到了这间公司的温暖 大家都非常的热情 非常的友善 然后呢 我们之间的相处呢 更像是朋友 这对于我一个新鲜的来说呢 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不会再那么的害怕 在正宏国际的这两个月呢 让我受益良多 从一开始学习的Lumen 之后的V-Ray4 SketchUp 到最后的V-Ray4 3D Max 都让我更了解到了现在的3D视觉化到达了什么样的阶段 虽然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 只能让我进入一个初学者的阶段 但是我还是希望在未来能够继续接触类似的视觉化软体 最后呢 也非常感谢正宏国际 给予我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实习 同时 也要感谢同事们的帮助以及照顾 然后最后我们就 应该没办法下次见了吧 那我们就拜拜咯